本期話題要來看到 物價飆漲的時代高雄市有民眾 挖掘出了在地銅板美食 在臉書上PO出了照片分享 兩碗鍋燒麵滿滿的配料 有海鮮有肉片 價格只需要100元CP值非常的高 直呼說真的是婆心店家 而另外同樣位在高雄 有民眾加碼曬出了便當雙煮菜 只要70元 吸引了不少網友留言 瓦斯爐上排滿快煮鍋 大火燒開 鍋子內滿滿食材 有肉片有蔬菜火鍋料 你沒看錯還有兩隻大蝦子 老闆配料毫不手軟 將一碗鍋燒麵成為老顧客的最愛 重點是只要掏出一枚50元硬幣 就能買到 這個在裡面10塊而已啊 我至少吃10年了 光聽語氣就知道店家能夠屹立不搖 不是沒有原因 這家店就位在高雄市小港區 不只賣鍋燒麵 各式早餐像是蛋餅 老闆在地營業16年 始終如一只要12元 大家都沒有賺錢 所以大家就一起共體時間這樣 維持統一價格 要和大家一起共體時間 不少當地民眾到場關顧力挺 另外同樣也很佛心的 還有這家便當店 有民眾曬出超級雙主菜 整個便當盒簡直快要滿出來 卻只要70元 CP值爆棚 也讓網友紛紛留言敲碗店家地址 同樣位在高雄前鎮區 這家便當店還沒到中午用餐時間 就已經出現人潮 價格很親民 菜色也很好吃 十幾道菜熱騰騰上保溫台 有魚有肉有蔬菜 任你挑任你選 這樣一個便當 百元鈔票還有得著 少服調漲 我們是以量為主啦 所以便當的價格還是比較偏低 物價飛漲時期 在地銅板美食 不只成為民眾的小確幸 店家營業不忘初心 更是溫暖不少在地人的心 記者高雄最好報導